会前 有关方面做了认真准备 中央政治局同志与有关负责同志谈心谈话 听取意见和建议 撰写发言提纲 会上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逐个发言 围绕会议主题 对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 认真查摆 深刻剖析 开诚布公 坦诚相见 气氛严肃活泼 收到预期效果 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聚焦六个重点 一是 对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大意义 认识更加深刻 要自觉在全面学习 全面把握 全面落实上 下真功见实效 二是 对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的领悟更加深刻 要进一步增强 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 政治自觉 行动自觉 三是 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长远指导意义认识更加深刻 要切实用以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领导干部自身硬 首先要自身连 连 重在自觉 贵在持久 难在彻底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连结自律 带头落实好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 抓好分管领域或主政地方的党风连政建设 坚决同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做斗争 推动形成轻轻爽爽的同志关系 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 轻轻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 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 营造者 维护者 同时 要严格管好家人 亲属 管好身边人 身边事 绝不能让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利和影响力 谋取不正当利益 习近平指出 在这次民主生活会上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就做好工作 提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会后要抓紧研究 拿出举措 改进工作 务求取得实效 联系统一路 判盐 123 7 3 1 5